斜面航线功能为大将创新针对建筑物和山坡等地物推出的立体摄影解决方案。 本视频将讲解如何使用斜面航线功能规划任务。 在开始测绘作业时,请先对测区做好大致飞行规划, 确保飞行器与带平控器均已升级至最新版本,电池电量充足。 点击GS-RDK主页的规划按钮,进入斜面航线功能。 使用本功能前,请务必仔细阅读斜面航线使用说明。 斜面航线可使用飞行器打点或导入KML文件的方式实现对测区的规划。 下面将以建筑物和山坡等不同地物为对象,来介绍飞行器打点的规划方式。 首先是垂直建筑物目标面,使用飞行器打点规划。 在开始规划建筑物的立面航线前,建议先进行任务距离测量。 在建筑物边缘地点,做好地面标记,便于飞行时打点。 准备完毕后,打开RDK,等待RDK进入FIX状态。 起飞上升至无障碍物的最低高度,将云台角度调整为竖直向下。 操纵飞行器飞行到第一个标记点的位置。 持相机画面中心正对该标记,按下C2按键,获得A点的位置。 在飞行至第二个标记点位置,按下C2,获得B点位置。 调整云台角度至水平。 操纵飞行器,上飞到建筑物顶部中心位置,打下C点。 ABC三点确定后,要测绘的目标平面已经确定。 此时,设置C点到A点和B点的外扩距离,以确定建筑物具体的测区范围。 点击下一步,APP将显示生成的航线,可在航线平面图小窗中预览垂直立面的航线形状。 云台模式此处设置为垂直目标面。 根据实际需求,设置任务距离。 相机参数中,打开快门优先。 完成设置,保存任务。 下面介绍对果树等坡度较小的斜坡类测区的规划方式。 在对斜坡打点前,需要先大致确定要飞行的区域,规划出ABC点的位置。 打开RTK,等待RTK进入FIX状态。 起飞。 根据地物范围,达出点ABC的位置。 这三个点可以定义备测目标平面。 根据测区形状,设置C点外扩距离。 点击下一步,APP将显示生成的航线。 设置云台模式为垂直水平面。 此时将基于水平面生成航线。 垂直地面情况下,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设置任务高度与飞行速度。 相机参数中,打开快门优先,保存任务。 下面介绍KML文件导入测区的规划方式。 进入ABC写面功能,点击KML。 选择已经导入遥控器的KML测区文件。 导入测区后,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外扩。 速度。 与相机参数到。 任务设置完成后,保存。 点击调用。 执行。 起飞前,请仔细阅读注意事项。 确定后,滑动起飞。 飞行器将自动作业。 温度降速度。 neatly, 少许 Not Quite tighten ! 另一方,看得更第, 今要继过二。 感谢观看